台湾文博会最后一天 开馆前人潮已经从室内排到广外来了 称伞鼎艳阳就位了 看追喜爱的人气IP角色摊位充百米 年轻人抢买周边商品 让店家结账的手没停过 从头忙到尾 我们的小班手们全部都没有用餐 也没有喝水 12点到1点之间就 号码卡就发完了 其实为了抢到限量商品 年轻人们一早6点不到就来了 不过也有民众是抢着 跟喜爱的插画家现场互动 避免现场排队人潮拥挤 招警告人气IP角色全发放号码牌 到13号下午为止 展区已迎来超过50万人 多项商品不到下午就卖完了 现在他会前面排队 那如果人潮太多的话 我们就会发放号码牌 时段的号码牌 超乎我们的预期 高雄的人都非常的热情 台湾文博会展期 高雄住房率明显提升 平日近六成 假日飙八成 爱河湾的周边更高达九成五 比去年暑假成长百分之五十以上 轻轨平日搭乘量达一万人次 上周假日每日三万人 本周渴望突破四万人 能否突破去年创下了 十亿元交易产值备受关切